第七题,第一个答案,第一个问题叫做五百万分之一 五百万分之一是非常非常多人错的 五百我就写成百 五百,两个零嘛 那万这个字是十的四次方 但是记得它是分之一哦 OK,所以它叫做五乘上十的 两个零给它 十的六次方分之一 好,不要再错那种五分之一翻上来变成五的了 它直接变成什么 我可以选择上下同层个十倍 好处是什么 五跟十,约掉变成二 OK,那楼上就会变成二 楼下就会叫做十的六加一是七次方 所以再翻上来叫做二乘以十的 复七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红色的上下同层十改成上下同层二 效果是一样的 那第二个 一千两百五十万 我都习惯写一千两百五十 然后万这个字呢 再把它变成四次方 所以它变成一点二五 这是除以一千倍 那它就会乘以一千倍 一千倍是三个零 所以是十的七次方 再来第三个题目 八乘十的六次方分之五 所以这个我会把它写成八分之五 八分之五 乘上十的六次方分之一 我写成这样之后呢 八分之五叫做零点六二五 OK,这个在分数换小数你应该要熟悉 十的六次方翻上去叫做负六 好,但是它不标准 所以把它变成了六点二五 记得 它是乘个十倍 这个人当然就要除以十倍 对不对 所以它会变六点二五乘十的 负七次方 就这样子而已 哼